今天一直在講所謂的反差反差 其實今天要找阿格力上來之前 我知道你還在爭女友 但我必須要告訴你 你知道嗎 這世界上反差最大是什麼 老王 反差最大是什麼 反差最大就是老婆 就是本來男女朋友 好像相處都好好的 變老公老婆問題就非常的大 好 我們來看看 這是我們今天網路整理出來的 靠北邊走的一個老婆 到底有哪些事情 可能會影響整體家庭的一個情緒 到底什麼事情會容易讓老公老婆 互相踩到對方的地雷呢 好 這個我深深有感觸 因為我老公之前很愛看那個NBA 當我在放在基地的時候 他就不行喔 暴怒指數八顆星 我連放掃地記憲出來都不行 好 這個是會暴怒的引發點之一 再來這個你可能無法理解 牙膏上面擠 下面擠 中間擠 大家習慣不一樣 對 有什麼好吵的 可是很多人為了這個會吵架 暴怒指數我們給他五顆星 還有一個呢 這也是我們今天 我們團隊有人深深的感觸 他說呢 老婆你要吃什麼 老公你要吃什麼 隨便 都可以 結果呢 買了滷肉飯說 你為什麼有買雞腿飯 暴怒指數九顆星 好 再來 這個非常非常意外 可是引起了大家非常大的一個認同 床邊撿到一堆用過的隱形眼鏡 暴怒指數竟然來到十顆星 好 這麼多暴怒點 我來 既然阿格莉不能問 我要問一下阿哥 是 你最容易暴怒的點是什麼 或是你老婆暴怒的點是什麼 我常常撿到一堆隱形眼鏡是沒錯 不過是不會暴怒 對 但是我們如果提醒老婆今天 要注意身材方面的一些特徵 他就會暴怒 很容易 他不提醒他 他又說 我怎麼樣 你又沒有跟我講 但一旦跟他講 他說 你是不是嫌我啊 好對不對 明明他就完全不打扮了 我還不能嫌他 所以你今天回家就跟老婆說 老婆 你今天看起來 好像變瘦了耶 對啊 你是不是化全妝 怎麼這麼亮麗 亮到我都快睜不開眼睛了 要這樣子講話 我日子才過得非常快樂 聽說老王最近在節目當中 也常常很有感觸 很感觸 暴怒點是什麼 我覺得我老婆今天晚上就會暴怒 我就在這個時段 為什麼 因為他的關鍵字就是婷娟 暴怒關鍵字你知道嗎 好 那我們要回來阿格力 希望你呢 看到我們今天這篇討論 不要因此放棄成家立業好不好 好 真女有衷 真女有衷 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呢 看了這麼多 大家發現到了嗎 暴怒的老婆 其實當中有非常大的商機 阿格力 你看到了嗎 商機在哪裡 應該就是這個隱形眼鏡吧 為什麼 因為現在低頭出很多嘛 然後台灣有九成的人都禁事 你知道這個數據嗎 是 再長了好像就只有婷娟沒有禁事 沒有 我之前有禁事 而且我是雷射過 雷射過 我之前也是帶銀銜 然後我都亂丟 然後呢 你知道亂丟 那個東西就會變乾 然後到處地板很容易就 踩到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 地板好阿炸 然後就暴怒了 對對對 但是這東西沒有辦法 一定要用 因為我每天日拋 我一定要每天換新的 開銷也是滿大的 對 開銷其實很大 所以在這樣開銷很大的情況下 這就是一個商機 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有哪一些 跟隱形眼鏡是有關係的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你生活投資 這個選股的方向 你不要忘了 現在大家的勢力 都做壞的 大家 大家都會生抽屜 因為大家都有禁事 對 我們幫大家統計一下 台灣的禁事人口 世界第一名 十個人就有九個禁事 你在台灣如果沒有禁事 你算是怪咖 近十年來 台灣的白內障人口 增加五成 而且很可怕是年輕化了 對 年輕化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大家常還手機 是 看到現在很多眼睛都防藍光 保護貼防藍光 你就知道 這個問題其實滿嚴重的 這個白內障跟黃幫部病變 每次手數都要動輒3到10萬以上 所以是滿大的一個開銷 我們就從這樣的趨勢去找商機 因為我最喜歡一句話叫做 如果你在風口上 連豬都會飛 所以我們投資就要 往這個方向來進行 好 首先提到精華這一家 這一家就是大家比較 台股中所知道的 隱形眼鏡的概念股 我們幫大家整理一下 台灣其實一年 可以賣掉2.5億片 隱形眼鏡這麼多 還滿可怕的數字 對 然後含出口 總共達14億片 台灣的醫療器材出口 有將近9成都是隱形眼鏡 對 所以隱形眼鏡概念股 就從出口數據上 你就可以知道 是值得留意的 我們看一下精華 為什麼EPS可以連續5年 都將近賺3個股本 就是它除了代工博士輪 這些知名大廠品牌以外 它自己也有自由品牌 提供 提供有用過嗎 我其實就是用提供 所以我剛剛想說不要業配 還是不要講好了 對 但我之前就是用這個 所以用這個 我就應該買它是不是 如果你以前買的話 那現在應該是賺翻了 對 那我們看下一張 除了精華以外 因為精華已經 並漲很久 股價500多 大家說你比講那個 我們也買不起 我們可以留意到 有一家隱形眼鏡也即將要上市 大家如果在台北的街上 或是各縣市的百貨 應該都有看到金碩光學 其實它是核碩 這電子廠 持股五成的一家公司 所以是說這塊餅太大 現在連電子廠 很多都要跳下來做 對 因為隱形眼鏡的市場 每年還是在增加 尤其現在大家滑手機 近視越來越嚴重 所以連電子廠也要進來參與咖 我們可以看到這市場有得到 你可以從金碩EPS來看 2017 EPS才5塊 2018短短一年 已經成長了8成 所以帶動了股價 它在新貴從60幾 一路漲到今天 將近250元 所以之後會上市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金碩這家公司 那講完隱形眼鏡之後 其實我覺得 手術這一塊 大家都沒有留意到 因為黃斑不病變 白內臟 沒有 你不要講 不好意思 我自己就是 深刻的受害者 因為我之前就是 戴那個隱形眼鏡 戴到眼睛受傷了 所以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我才去雷射近視的 雷射一次多少錢 很貴 差不多10萬 超貴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雷射這方面 有沒有商機 低頭組其實貢獻的這家叫 大學光 大學眼科 大學眼鏡 這大家應該都聽過 它不是光學股喔 它是大學眼科 對 它就是幫你做手術的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最近的股價 突破2018去年的一個高點 去年高點大概在35 接近36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套牢了大概3萬多張 然後近期因為EPS成長 因為它在趨勢上 大家都在動眼睛的手術 是 這邊連續兩天就完成填習 在兩天之內就填習了 目前今天收盤就大概在38 那這檔股票還可不可以 關注我們就 已經漲一大段起來了 我們就接下來往下看 好 它的財務數字呢 今年創下銀售的歷史新高 而且是17年來的新高 連續兩年都創下銀售的高點 那EPS也是從這幾年來 從2015那時候才1塊出頭 現在已經超過2元了 那從今年的營收創新高的狀況下 今年EPS應該還有往上的空間 第一季EPS年增125% 所以建築在基本面上 大學光的確在漲 那還有什麼樣子的條件 我們看下面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我最喜歡的公司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它錢剛剛我們看到越賺越高 但是它的盈餘再投資的比例 越來越低 以前300%的盈餘再投資比例 現在已經不到30%了 所以它花的錢越來越少 所以你看到它的負債比 一直在掉 接下來我們看右邊這一張呢 那你基本面有了嘛 那你短線想要賺錢 其實籌碼你也要去關注 我比較喜歡看千張大戶的持股比例 因為你如果做比較中長波段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不要參考三大百 你看千張股東的持股 到底多少 我們可以看到年初的時候 是千張股東46% 那現在已經到48.4% 多2.3%這麼多 那也帶動股價從24塊 到今天收盤已經到38 那以現在基本面的狀況 我相信還是會越來越好的 可是在今天還創高 它就一路漲 我們最後用本益比河流圖 來解釋這個狀況 因為一般的股價創高呢 大家都沒有考慮到 它基本面有沒有跟著同步增長 如果它的基本面也同步更好的話 那說不定不會更貴 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大學光 在兩年的期間 本益比最高的都到局限20倍 那現在只有在接近16倍 這樣的位置 所以從本益比河流圖來看 大學光似乎後世 還是有它的機會所在 所以最近它有沒有搭上 一點暑假提材 其實大家之前在講 暑假提材很熱 剛好都是